也我們四十五盒燕石的保地南部正是町長 為了提高專民的香港野石和士士派南正經 今年燕石當中除了路面要健康 交通關節燈燕燃以外 除了士士離車收散草燕 跟所有人必須要停車 另外住坑正後香港派南所收散 就像燕燃希望我們港街真是遇到正經的上網 經過四香氣路面是空熱熱 萬安四十五盒燕石連三四天的 Abo一點半到兩點在全國各区分開的機興 Abo在南部地区正式町長 整個夏季參與空下一樣 就由食材燕燃希望能港街 加息到正經的上網 我覺得其實當然是有備而來 而且事前的準備相當的努力 我真的非常感謝來自國防部權動署 還有來自內政部還有市政府同仁的努力 但是因為戰爭的來到通常是觸不及防的 所以說我們原先的規劃如果夠繁密 那碰到了這個狀況的時候 我們才能夠及時反應 才不會晃到手腳 所以這點是需要中央跟地方 全力的規劃跟協助 才能夠讓民眾減少戰爭 或是減少到時候空防 就是說戰爭一起的時候的傷亡 我們會努力朝這個方向做 因為只要正經地車上來單臺 有著近來國際經濟的情況是很特別 你這次演習做法和英國沒什麼一樣 失敗車來民眾必須要留車 依照支持來演練 你操地區 以著英公區 東京立作為企劃區 來做的家庭 人們就近來疏散香港疏散的 疏散作為 它符合到戰爭的情境 未來中的依直行的信號 慢慢來擴大辦理 國防部跟內政部 我們都一直跨相關的部會 從去年就開始 對於整個戰災的時候 需要去做的應變跟處置 非常深入地去做研習 那再加上今年的乌俄戰爭之後 我們又接收到更多的訊息 那也做了更詳細的研究 那今年的外安演習 除了飛護過去人車 必須要做疏散撤離以外 那我們可以從今年的警報的發放 我們同時加入了國家級的警報 那未來我們也會再增加 更多多元化的警報系統 另外也進行到 關鍵基礎的積事 受到攻擊影響到 組合和民生的運作 這次也沒人到 警察蕭鴻以後臨員 在海Q1相反擊球 跟修擁安定的應變令力 你營運到國際經濟的狀況 有的實際潮艷 不想說可以提醒到 全民的香港醫學 記者在身後 喚喚喚英雄区 彩虹伯德